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好了 现在开始提问 顾老师好 我是教师音乐学员 我叫韦斯竹 学号是F31 有说人类是地球的病菌 因为我们总是得 在给大自然制造很多的垃圾 对地层母亲造成很多伤害 那么道为什么要把我们养育出来呢 我们显向在道上的使命是什么呢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今天下午 庞院长说的一段话 他说神用泥土捏了一个像他的泥塑 然后吹了一口气 于是泥塑就活了变成了人 他说那口气就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通常用赤子之心来形容那些 无我 无私奉献的人 也常常感动于他们未受污染的那一份赤诚 那做那样的人是不是道给我们的使命呢 好 每个人 我们最初的生命状态都是从道而来 都是很清净的都是很清净的都是很清净的 但是在绝对的世界里面 人不容易有所对比而成长 就好像如果你都一直生活在很优越 很优越的环境条件里面 人会不懂得珍惜 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 所以当有平民百姓 有贫穷贫困的家庭 有受苦受难的人 透过这样的对比 人才会意识到 我们是生活在很幸福很快乐的世界 演一出戏 里面要有坏人 演出坏蛋的角色 那坏人他到后面的下场如何 这里面是在教育 教化教育 让人类懂得我们怎样维持我们这颗清净的心灵 然后懂得原来我们就是活在很幸福很快乐的天堂世界 所以要有一些境界来对比 人才会很知足 很习服 这就像要对照族 来对照 对照族很多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强妙设计 让人可以从中然后觉醒 如果你都一直活在那种绝对的世界里面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欣负 那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欣负 你把福报让毁掉 后面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教材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 因为我们都来自于大 来自于最清净的源头 每个人都一样 只是在这个生命的洪流里面滚滚红尘力量 人逐渐迷失了自己 假戏正做 不知道要觉醒过来 然后以假为真 就像演坏蛋的角色 本来他只是在演戏 演到后面 他也迷失了 所以人在哭海离恋浮沉 如果你清楚知道说 我是来磨练来意恋 那你就会逐渐觉醒过来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来磨练力量 那你就会假戏当真 后面就一直迷失在 苦海里面滚滚红尘里面 浮浮沉沉 然后被自我欺骗而不知道 当然这是一个人生命要成长 要历练的一个过程 OK 谢谢老师 最近的郭老师晚上好 好 我是来自于阿波如湖 你这是一般人常游常饭的问题 现象 很多人他一辈子都是用大脑在学习 用大脑在思维 而这个大脑他就是自我的一个工具 所以很多人他虽然学问很高 学历很高 或是甚至当老师 尤其是讲到这里 我要跟网在座的当老师来做 勉励跟提醒 因为当老师久了之后 他会有所谓的职业病 这种职业病 他因为在学校里面 学生都是称老师老师 老师就要来到我没有错 我不会有错 是学生不懂事 我要教别人要教别人 所以这种心态之后 当他年纪渐渐大之后 他这种习性 他就一直养成 我到那里 我是要教别人 我是老师 像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人 他的生命就停止成长 没有学习学习的话 生命就停止成长 尤其是 尤其是道德经 这一系列的课程 道德经这一系列的课程 这是非常非常需要 练习着规灵 练习着用清静的心灵来学习 如果你没有用清静的心灵来学习 你还是带着过去做学问的那一套观念 那种习性再学的话 你真的你学不懂道德经 当然你会不以为难 你觉得我这么聪明 我理解力这么强 我这个我一看我就知道 上考一些版本我就知道 那些都是在头脑里面的知识 知见 那些都只是学一些所谓的学问 学术 所以道德经里面就有讲到 唯学日增 唯道日损 一般人他很努力精进用功在学习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用自我在学 用头脑在理解在记忆在变受 那你所学到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知识跟智慧不一样 就像我们灌很多资料给电脑 你的大脑灌很多的资料进去 但你只是一个储存一些资料 然后又懂得出来叫出来应用 因为这些资料灌进去输出来 它不是你的智慧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会学习 尤其道德经这个课程 为什么一般学校的老师不敢教道德经 很多人他没有接触过道德经 所以用他说那个是宗教的那个是玄学不切实际的 不是的 那是你生命的障碍障缘把你障碍住 让你还没有因缘可以接触高维世界的智慧 道德经它是高维世界的智慧 而你要学习到高维世界 你要放下人类头脑的惯性推理思维 所以道德经里面有好几章 第二章就叫我们你要归联 你要放下那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架构 但是要知道很多人听这个名词 他也不知道他惯性活在二元思维对立的世界 一般人很难觉察 因为他已经是习惯 已经是惯性所以他觉察不到 所以为什么学习道德经你要归联 你要用清静的心来学 你要把过去你不管你学在多 你是什么硕士博士科学家 什么伟大的政治家 一般一样如果你要学懂道德经的时候 通通都要练习归联 而这个是要自我挑战的 因为一般是一般所学都是在强化自我 就好像一般人你认为我读到了博士 我比那些学识的更高级 我比别人更懂 我可以教你我可以讲 你是学生我是老师 一般是用这样来对异 但是道德经的世界不是这样 因为你认为你学问高学力高 那只是知识不是智慧 智慧来自于一个人的心灵的清净度 你的心灵清净度如何 越清净的代表他的心灵水平层次就越高 人类是处在三次元的世界 三维三次元的世界 而这种三次元世界的思维思考模式 是用二元对异的架构方式在思考 是非好坏善恶对错 当事人都会有一套的审判价值观 老子很清楚知道人类惯性运作 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 你要跳脱出这样的世界 但是这是要一般人的命啊 他惯性思维 他那个自我 他要追寻各种成就被认可 成就感 那个都是要用强烈的自我去运作啊 他要解析的能够比别人更细腻啊 对比的比别人更厉害啊 这个就是素的方面 他是要越来越厉害 但是道方面呢 刚好方向是相反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那个无为又是很高级的 他不是一般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读不懂道德经 或是误解道德经 因为人类用有限的语言 去理解道德经里面的生意 就像老子讲不争 那个不争 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不争啊 老子讲的无为 不是一般人理解那个消极 不作为躺平 不是那些啊 所以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自我挑战 如果你生命希望维度提升上来 你希望能够 我们要了解啊 宇宙中是有分不同层级的心灵品质 宇宙中不是只有地球有人啊 那种思维真的太狭窄了 宇宙这么浩瀚伟大 只要它环境条件情况跟地球类似 都会有生命 而且生命的存在 不一定光只是用地球这样 形态的生命存在而已 所以生命的实相 远远超出人类所理解的范畴 甚至可以说 每个你看看天上的星星 一个星星就是代表一个太阳系 可以说每一个星星 它所在的附近 就可能有生命体的存在 光是我们这个银河系 就有2000亿个 2000亿以上的太阳系啊 人类的视野真的要打开 好 有一本书叫做 九级星球海奥华预言 海奥华预言 它里面就提到 这是九级世界的生命 来启发人类 而他们形容的 人类只是在很低级的层次 当然他们说在最低级 然后他们已经进化到九级 这方面我是保留 当然可以了解 他们是比人类层次要高 要高很多 但是我不是 我不认同说 他们这种人类是属最低级 我是认为人类是属在三次元 比如说如果有十级的 宇宙中有十级的这个心理品质 人类是属在第三级 那上面还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 我讲的是真的 真的人类不要活在那个井底青蛙的见解 认为我很懂 我很行 我是怎么样 我是怎么样 人类要自我挑战 真的要有个开放的心 虚心学心 给自己这一生这一世 有机会可以脱胎换骨 当然这个事业需要有魄力 敢自我挑战 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自以为是的那个世界 自满自傲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归零 归零就是把过去的我们先都放下 从零 从不带成见 来虚心学习 道德经 这是高维世界的智慧在地球上的呈现 老子虽然他肉身在地球上呈现 但他的智慧不是地球三次元这样的思维的世界 老子他是高维世界的生命体 在这个地球出现 然后要来告诉人类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 宇宙的运转法则 帮助人类 认识大自然 认识大 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 这里面完全没有迷信 完全没有那些宗教信仰略解 完全没有那些 老子讲的都是合乎科学又超越科学 对 讲这一段 我希望大家真的 希望每个人能够自我挑战 最需要的是自我挑战 不是否定什么 否定什么 而是让一个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让自己无限可能的成长 我跟大家典离的就是 人类现在是在三次元的世界 三围 上面还有四五六七八 还有好几层 人类要虚心的学习 那你这个维度越高 心灵品质层次越高 这个不是说你的学问的关系 你懂多少 你背多少 你什么维积分多厉害 数学多厉害 不是那些 而是你心灵品质的清静度 好 OK 大人郭老师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我是短期学员刘俊瑜 学号F25 今天早晨有练习听声音心法 上午又在学习道德精妙节的第一章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对显像这个理解有产生一些困惑 就是声音它是极生极灭的 但是我们的决性是不生不灭的 那现象界的一切包括自然界 它也是声声灭灭的 但是宇宙本体是不生不灭的 就是关于显像 您在道德精妙节里边 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类比 从水蒸气到液态水 再到固态的冰 然后再到冰雕的这样一个 就是变幻和显像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的话 它还是在生灭维度里 因为不管是气啊 还是水啊 还是冰啊 它都还是在生灭的现象界 那么这个好像我用智能护化 智能守恒这个理解起来 也比较的顺畅 但是从不生不灭的宇宙本体 到一个生灭的一个现象界 它是从不生不灭到生灭的 那这个现象好像就 不是单纯在生灭维度里面 那么理解就能够 就能够就理解得到了 所以这里我有一些困惑 请您能够给予一个深入的解答 好 因为你对生生灭维度 你可以理解 风吹雨打现象界的变化 下雨雨停 日出日落花开花泄 你这个可以理解 什么是生灭 但是你现在理解的那个不生不灭 不是我讲的不生不灭 你理解那个不生不灭 那是死的 如果一切它不流动 不变化的话 它就没有生化万物的能力 所以不生不灭 它不是人类的语言 你名词所理解的那一种 变化好像固定僵化 什么都不变动 它不是那一种 生生灭灭 里面蕴藏不生不灭 智能互换 但是不管再怎么换 它总体守恒不灭 不灭并不代表它不变化 不灭并不代表它不流动 所以这个就是要用更高尾的这种理解 生生灭灭它维持不生不灭 维持守恒 不增不减 但并不代表不变化 是有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好像就今天您讲到那个 粒子反粒子 然后明的能量 暗的能量 就是这个可能是因为 我在这里感觉 有点理解不了 好 好 现在重点是 我们有另外一套课程就是 道法自然世世本无爱 道法自然世世本无爱里面 就有去探讨 什么叫做生生妹妹的现在 跟永恒的现在 在另一套课程里面有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好 同样的现在 在当下 有生生妹妹的现在 有不生不灭 永恒的现在 那一般人比较可以了解说生生妹妹的现在 但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现在 那这个你是需要深入学习体会 然后进一步来到真正去体验 好 谢谢老师 一般人活在的那个现在 为什么说是生生妹妹的现在呢 因为他有过去有未来 他担忧过去担忧未来 或是逃离过去要追逐未来 所以一般人的生命往往活在懊恼过去追逐未来 而很少很少活在当下 现在 所以他的生命是很苦啊 一生都一直在奔跑啊 面对不可以的过去 他就要脱逃啊 过去很苦 好 不敢去面对 不敢去回忆 然后幻想一个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赶快追啊 所以一般人 他的生活生命 过得很紧很累很苦 就是这样啊 很少活在当下 很少活在现在 而我们是要逐渐了解真理实相 了解生命实相之后 来到活在永恒的现在 那当然 那当然现在这个名词 对一般人而言 只是一个名词 至于怎么样来提振到这样的实相 后面你们再去把这套课程认真再学习 好 好 谢谢老师 OK 因为那个所谓永恒的现在 并不是死亡死板僵化 不是那一种啊 好 来继续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我是网络两年制的秋红霞 好 因为我以前被惊吓过 所以现在对于弘扬道德经 也是有点有点怕 感觉自己有点怂了 害怕那种东窗事发的感觉 所以请老师给我打一下气 让我勇敢的去做 比如说你在怕什么东窗事发 因为以前有过邪教的经历嘛 那是你去种恶因结恶缘啊 后面迟早会爆发问题出来啊 如果我们默默行善积德 种善因结善缘 你还怕什么东窗事发 就感觉自己以前有过那种前面的嘛 就是别人 带着一种观念 感觉有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下 我们跟众生所在解的是善缘还是恶缘啊 有没有在制造恶缘对立 有没有在制造冲突 有没有在制造混乱 如果我们所做的都是在做 利人利己行善积德 经得起检验考验 经得起时空的考验 那你还需要怕什么 怕东窗事发就是有时候中央高层的看到你 你这么积极认真在做 你是怕这样 因为以前有过那个心灵受伤嘛 所以还是有点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到 当然我们本身要求真求真 不是盲信不是迷信 我们本身唤醒我们的良心 我们求真求真 然后 把我们求真求真求真好的东西呢 跟好朋友分享 要知道在这个世间 很多人他们是活在很迷茫的世界 很痛苦的世界 或是内心很不安的世界 我们怎么样 把我们好的东西 我们推荐 不强迫 推荐给好朋友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但不去强迫 这样不会介入英国 OK 好的感恩郭老师 好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好 我是F66学员夏竹青 来自安徽五湖 对于孩子的教育 昨天晚上有听到您给家人答疑 关于孩子的教育 关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说我们在要小孩之前 自己先要有智慧 才可考虑要小孩 要小孩呢 是要对小孩负责的 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 可是呢 当间社会大多数都是 到了结婚年龄 就找了对象 结了婚 然后糊里糊涂就要了小孩 我的问题是 在这种夫妻二人 就是没有学习智慧的情况下 有了孩子 孩子该如何对待 谢谢老师 你后面这个 你再讲 再讲一次 后面这个 我的问题是 就是 在这种 其实在这种夫妻两个人 就是有了小孩 夫妻两个人都没有学习智慧 就没有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孩子 我们这个夫妻二人 该怎么对待 你是讲当事人怎么对待 还是说旁人 就是爸爸妈妈父母 好 像这个就要看他们的姻缘了 如果 这一对夫妻 他们觉得 要对小孩子的教育负起责任 要先教育好自己 这样的话 他们会懂得虚心学习 边养育小孩子 边学习 跟小孩子一起成长 能够这样的话 当然各种问题 就会大大化解 也是这个小孩子有福气 夫妻懂得虚心学习成长 但是这个比较不容易 机率比较少 一般往往都是认为 我们长到了结婚 理所当然生小孩 理所当然我们就懂得 养育小孩 教育小孩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呢 当他不觉察到 没有觉察到自己很多 还是任性 小孩子脾气习性 或是小王子梦 小公主梦 如果他没有去觉察到 这些问题 往往他会任性而为 继续用他自以为是的观念 来养育小孩 来教育小孩 甚至他会觉得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我们要学什么 那个幼儿教育法 什么很多那些幼儿教育法 好像变成好像都很懂 但是呢 往往等到几年后 小孩子渐渐成长 后面小孩子产生叛逆 产生严重的问题 让父母亲产生痛苦失望 这时候为人父母 才会想到 要虚心学习 因为很多人为人父母 他总是认为小孩子不懂事 我们大人才懂 我们大人要教育他 认为大人 我们也都读了不少书 我们也都是知识分子 大学毕业 我们好像都懂 然后生了小孩子 认为说小孩子不懂 然后我们怎么去教育他 但是往往把这个小孩子 教育到这个小孩子后面很痛苦 产生各种问题之后 后面为人父母才会想到 要检讨改进 如果越早发现 就越早可以改变 但是 这个方面不容易 因为很多为人父母 总是活在自以为是的世界 人不容易认输 人不容易承认自己不足 不容易 总是要呈现自己很强很型很能 那这种情况呢 往往就是要用他自以为是的观念 去教育小孩养育小孩 但等到这个小孩子后面 往往来到了十岁左右 问题就陆续出来了 来到了十五岁左右 问题更多了 上了初中高中 哇问题爆发出来 这时候父母亲 为人父母看到 他们这样一二十年来 这样的辛苦努力奉献经营 后面却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 往往他们会很痛苦 很痛苦之后 才会想到要学习 他们用错爱的方式 对待小孩子 小孩子被爱得很痛苦 有的受不了自杀 有的受不了 有的受不了 就跟父母亲对立对抗 逃血 叛逆 或是父母亲 严格打压 打压 责备 后面这个小孩子 他就 我就坏给你看 那就越来越坏 所以我希望 为人父母 真的要清楚了解 小孩子本来的心灵 都是蛮纯真 蛮纯净的 是大人 为人父母 要学习 如何当父母 这个是要虚心学习的 不要用那种 认为小孩子不懂事 然后样样都要大人 要去教他们 要去指导他们 教他们 结果 这个小孩子 往往被教的 后面很痛苦 小孩子他是很纯真的 很喜悦的 这个小孩子如果他不被污染的话 小孩子他本身本性 都就是这样清静 然后这样天真活泼可爱 喜悦特别多 所以如何养育 教育小孩 真的为人父母 需要虚心学习 不要把小孩子当作白老鼠 在实验 我讲这个很多为人父母会不认可 我们都是爱护小孩子 怎么会把他当作白老鼠在实验 但是偏偏很多为人父母 是把小孩子当白老鼠在实验 因为往往就是生一个 顶多两个 三个就不得了 那一个因为你以前没有生过 以前没有教育过 所以当你在养第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实验 都是在实验 但是要知道 小孩子的成长就只有一次 你为人父母 你如果觉得第一胎实验失败了 我们就生二胎吧 但是要知道 小孩子他的成长只有一次 在这个过程 在小孩子他的 他的心灵 人格思想 品德 人生观 要知道 往往是在七岁之前 就已经逐渐定案了 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所以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 好 为人父母真的要学心学习 OK 谢谢郭老师 谢谢 曾经的郭老师 你好 我叫刘其英 来自深圳 是第十三期的教师音学员 学号是F41 我的问题是 怎样转化心中的负能量 如何提升心灵品质 安然自在的活在当下 请你指点看 你能不能讲一下你有哪些负能量 就是 我会经常心里会不高兴 然后会比较在乎别人的看法 然后受别人影响 经常会不开心 然后 就是以前没学这个道德经之前 我经常会去跟朋友去旅游 本来是想出去寻开心的嘛 后面搞了一堆烦恼回来 所以 所以这个我就很困惑 请你解答 能不能再讲一下 为什么出去旅游 然后搞了一堆烦恼回来 比如呢 是这样子的 是我们跟一朋友去玩嘛 玩的过程中呢 我会去观察人家的眼神 然后 然后 就是很多方面会去 会去看人家的感受 然后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然后回来觉得 虽然就转了一趟回来 一点收获都没有 反而搞得 我就跟朋友说 哎呀我下次就不去玩了 他们经常叫我去玩嘛 然后 然后 后面我接触到 这个 这个扩程过后 我觉得好像去玩也没啥意思 然后 最重要还是要 怎样回归当下 活得安然自在 然后 我身边那位朋友看我 他说 你不应该那么烦恼啊 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但是我总是 问题是你没有找烦恼 你以后受不了啊 所以我就很困惑嘛 这一点 就不知道怎么 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 就是老是会去 关注家里人的情绪 跟别人的情绪 自己没有关注到 好 因为你心灵空虚不安 你不知道要先好好的 教育自己栽培自己 所以你的心灵空虚不安 对自己也没自信 你就变成迷迷茫茫的 成长 随波逐流 没有好好教育自己 没有好好栽培自己 所以心灵空虚不安 那空虚不安 所以你就 会要去看别人 什么脸色 看别人怎么看我 你们有没有肯定我 所以你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所以你内心 就活在 成为外境的奴隶 为什么你前面问问题 我要希望你再具体一点深入一点 因为前面讲的那个是很抽象的 所以我希望你要敢如此来 面对自己的问题 要解决 要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去怪外境 也不是向外境求什么 而是你要清楚知道 你要好好栽培自己 要有机会 能够让自己静下来 定下来 好好的深入学习 学习优质文化 学习高等智慧的课程 让自己的心灵越来越富有 人生观 视野逐渐改变 你有真彩实血 心灵富有 你会越来越自信 自信而不是自负自傲 如果你又能够透过这些课程 而来到 懂得道法自然 懂得与天地连接 天人合一 你就会越来越安心 幸福快乐自在 你心灵越富有 越安心快乐自在 你不会在乎 别人怎么看你 怎么论断你 那你就可以活得很幸福很快乐 好的 谢谢郭老师 感恩 好 亲爱的郭老师您好 我是两年至一年级学员王德豪 我发现平时自己非常习性地落入负面取缴 复向思维 我想请问老师 我在立元对境中如何转化这样的思维模式呢 用积极正向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人事物 特别是在所谓的利劲面前 感恩老师 特别是在所谓的利劲 特别是在所谓的利劲 所谓的利劲 利劲 对 谢谢老师 有一句话说 一切为心灶 境界是客观的存在 你往坏的方面想 它就会越来越坏 如你所想 越来越坏 如果你能够正向取缴 正向思维 往好的方面思维 加入正能量 它就会往好的方面发展 你还可以进一步去推理 如果往坏的方面想 往坏的方面发展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同样这个起点 你往好的方面想 往好的方面发展 它是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让自己清楚知道 我现在是在这个路口 要往哪边走 我要做生命主人 如果你能够这样冷静理智 去分析 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就会告诉你 该怎么做 要往哪个方向 OK 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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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觉得他在指责我的时候呢 那我就 如果我是认为 他在指责我 那么我生气了 那么这就是这样对立的 对立的一种 这个模式 在这个 种下一个恶的姻缘 那我就会可能会 和对方对立嘛 那但是由于 前期呢 从小到大呢 累积了不少的这个 所谓的负的能量 就是累积了不少的一些 也有悲伤啊悲痛啊 或者是有一些 固有的一个 固有的一个思维啊 一个观念啊 或者信念系统什么的 这个时候啊 刚才说到了这个道 从道的这个高维角度来看 是可以化解掉一些 但是由于长期的 累积了一些悲伤的情绪呢 他可能会 淤积在这个胸口这一块 有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的会发紧 会毒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呃 在身体方面的修炼 和这个 呃 和这个道的这种 高维的心性方面的成长 两者需不需要做一个 结合和统一 好 谢谢您 是可以 哦 有助于 呃 你的身心 能够 舒展 健康 有帮助 那你可以 双管齐下 问题 重点是 你的人生观 心态的改变 你有没有真正认真的在学习 有没有好好的 唤醒自己神圣的生命 让自己生命成长 有没有懂 有没有体会到 自己需要学习的很多 要虚心学习 如果你没有真正好好下功夫 学习这些课程 你只是一直在 治标的世界 或是设法 脱逃 这样问题没办法 根本解决 只是逃离逃避 或是把它 止痛 镇压 所以你要去看到 你内心世界的 问题 深层心灵 习性 观念 心态 你要敢如此去面对 而要解决深层的问题 你需要 虚心学习 OK 我想问什么 好 那先这样 谢谢 OK 好 尊敬的 郭老师 您好 我是本次教师营 F33号学员 郭立景 来自河北邯郸 我的问题是 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 一直有一些迷思 有的时候我觉得 生活中 或者工作上 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们可以去 想一些办法 或者说寻求一些 帮助去解决 就是我们说 在世上练 就是在 在这个生活 或者工作中 去磨练自己 当然要 要学习一些东西 学习一些智慧 像您说的 但有的时候 我又在想 那人一定要活得 这么累吗 或者这么苦吗 比方我们看到 那小草 还有树木 还有动物 它可能 它们可能并不需要 学什么 那在自然的这个 运化下 它们就能够生长得很好 那小鸟 或者说这个 它们可能只要学会 基本的这个生存 就可以了 而且也 就也 也看到 类似 比方出家人 或者 也看到有一些 就是 在山林里面隐居的 就 很多那个 有支持的这些 我当时看到一个视频 给我震撼也比较大 就是一个海龟 它 回来之后 是在山林里面隐居 就过去了那种野人的生活 所以这样就 就让我一直在 迷惑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我到底是要在 这个世上去练 把自己去练 就是不断地去学习 去提高 或者类似于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还是呢 我要做一个 就像那个小草 那个树木一样 简单的 基本的生存 那就可以了呢 所以就它经常会 就这个问题 经常会在 会让我在工作中 或者生活中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会有些无力感 我在想 我将来 是不是要去出家呢 或者做一个 就是那种清静的 简单的 轻松的人呢 所以希望得到 郭老师的指点 感恩您 好 要过个 做个简单 清静的人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人类 喜欢搞颠倒梦想 喜欢把复杂的问题 把简单的问题 搞成很复杂 本来要过上 幸福快乐的生活 本来就很简单 幸福就这么简单 当你能够 真正与道 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 当你知道 顺天之道而为 你到哪里 你都可以过得 很幸福很快乐 问题是 人的这个自我 他就是 不服天 不服地 不服大自然 不服别人 他就是要 搞出 我比别人懂 我比别人行 我比别人厉害 是那个自我 我不甘于平反 平时平淡 总是要 把简单的问题 变成很复杂 然后再去解决 演化出来的 复杂问题 然后证明 你看 我多么醒 人经常在 做这种 很无聊的事 然后他认为 他很有成就感 或是把自己 累 累死了 所以你刚才想说 能不能 回归相 过得很简单 很单纯 对 是可以 问题是 你不要有 那个很 那个很容易 你的心 如果没有 回归单纯 你就没办法 来到说 真正过 单纯 又幸福 快乐的生活 你的心 要能够 回归单纯 要知道 你是要 相当 滚滚 红尘的历练 然后透视 透视 看透 不是看破 名利 与我 如浮云 你真的 看透名利吗 你真的 能做到吗 如果能够 做到 你到哪里 你都可以像 庄子这样 逍遥自在 问题是 有多少人 能够 看透 名与利 那个自我 他要寻求 他的存在感 优越感 他背后 是要追逐 更多的 名利 全情 所以 就这样的思维 所以把 很单纯 可以得到的 幸福快乐 把它变成 遥不可及 所以 老子 就是要 引领 我们 反扑 归 真 回归 单纯 有的人 他就认为 如果 老子 这样讲 那我们 就好像 不积极 不奋斗 这样 这个社会 会进步吗 达尔文的进化论 那个不是让社会 进步 达尔文的这种 弱肉强食的观念 是让这个世界的人心 人性 朝向越野蛮 事实上 是让这个世界 人心 人性 受到严重的污染 而逐渐的野蛮化 堕落 真正的进化 那是要用 高等的文化 优质文化 来熏陶 让人类 懂得 反扑归真 让人类 懂得 尊天 敬地 让人类 要懂得 全世界的人 都是平等 都是我们的兄弟 姐妹 民包 物语 没有所谓的 弱肉 万物平等 一切众生 平等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虚心 去学习的 你说要回归 单纯 对 回归单纯 就可以很幸福 问题是 这一条 反扑归真之路 本来很简单 大道 自简 但是 就是被人类的 那个自我 把它搞成 很复杂 所以就让 变成 那个自我 它惯性 越复杂的 它越喜欢 越有成就感 然后 所以要让人类 这个复杂的心灵 让它反扑归真 变成 不容易 事实上 真正 真正的 进化 成长 那就是 反扑归真之路 就这样而已 你的心 如果越单纯 就越容易 与道德经相应 OK 真正的 郭老师 你好 我是本期 教师引导学员 罗志佳 我的学号 是29号 我这两天 过来的话 第一感觉 就是听到一个词 让我的心 为之一震 就是明觉 刚开始不是很能理解 然后我也请教了 学长 然后通过这几天的 学习 这个词 念的比较多 慢慢的就 有一些感觉了 然后今天早上 我在上早课 就是 早观声音的时候 就有一种启发 您里面说 就是要关注 当下的声音 它是 寄生寄灭的 但是要关注 当下的声音 你不关注 当下的声音 就听不见 现在了 然后就发现呢 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 在当下 就是自己也感觉 听到就是当下 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 拉长 那比方说是 昨天或者是今天 我可能会想到 昨天的事 再放长一点 就是 那过去 现在 或者是未来 那么 我的困惑就是 假如过去的 不好的 我们把它消除掉了 那好的 那 留下 那安放在哪里呢 所以我想 就是如何能够 更好的 不念过往 专注当下 然后请郭老师 给我指点 因为我希望 我的心更靠近 明居一些 谢谢 我们的心灵 或是具体点 就是我们的 大脑意识 它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 记忆体 储存库 很多人 储存了 很多的垃圾 如果 不做 处理 净化 人 就不容易 因为你这个 库存量就 快满了 就不容易 接纳新的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归零 归零事实上 就是一个 大扫除 就好像 我们以前的 这个记忆体里边 哇 装填很杂七杂八 装填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来个 格式化 把它归零 那你可以 重新 有所选择的 装东西 你也可以 在格式化的过程 你知道说 哪些是好的 我们把它叫出来 格式化好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回去 对我们过往的 也是一样 那些 对我们生命 会有负能量干扰 污染破坏的 好 我们就把它 净化掉 好的 我们可以留存 好 对我们生命 成长 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留存 那些负能量 会污染 损耗 我们就把它净化掉 就好像把垃圾 移除 然后做堆肥 做教肃 就这样 所以要 为什么说 我们一段期间 希望大家就回到书院来 因为你们很多人都在 滚滚红尘 做事业 或是教书 有一段期间 就回到书院来 好好地来净化 来充电 让自己一段期间 就可以对生命来一个 所谓的维修 整顿 净化 提升 就这样 你就能够 生命会不断地成长上来 如果活在 不愿虚心学习 那你就是一直的 你这个记忆体 都是满满的 存着过去很多 你所抓来的 观念知识之间 那新的这些呢 你装不尽 这样吃亏的是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不断地 对自己自我挑战 不是去挑战别人 是自我挑战 让自己生命 能够随时归零 随时做学生 随时虚心学习 当你能够随时做学生 随时虚心学习 你的生命 才会无限可能地成长 OK 真敬的郭老师 您好 我是六祖的杰士红 我是这期13期 教师营的学员 学号32号 我还是想问一下 这个让我困扰了 11年的这个问题 就是人生三件事 然后结婚 买房 升职 本来这次 结束完这次的学习 我回去要面对 我的三件事 就是离婚 卖房 还有 把孩子接到身边来 其实这三件事 对我来说 其实 我以为 我觉得我可以 很轻松地面对 第一件事 因为 我觉得我好像 面对 我的前夫 对我种种的 那些伤害 我好像已经 没有眼泪了 我也觉得 我可以很潇洒地 跟他 在今年 把离婚办了 然后 就是 面对我生活里 接下来跟面对的 就 也不会再逃避了 这几年的学习呢 我放下了 对他很多很多的恨 很多的 曾经也想 就是千百次的 想要掐死对方 或者说 就是想过 好多好多次的 要离婚 觉得今年 终于机缘到了 然后 什么都OK了 所以要 把这个事情办了 可能 这一段时间 学习 又 让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谓的 阿源对立 我反问我自己 我真的拿了 这张离婚纸的时候 我一定很自在吗 我很开心吗 这张纸 对我来说 真的 真的很重要吗 我的问题不是说 想问你 我要不要离婚 因为您曾经 对学员的回答 就是 如果你开了智慧 离和不离 都是对的 因为 因为这是 清关也难断 家务事 你也断不了 我的家务事 那我 我的问题就是 我带着怎么样的智慧 去处理我 这个第一件 对我来说 其实是 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早上起来 我的这个 美心轮这里 这个 这个 就是 都是 在皱着眉头 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睡觉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 爱愁 会让我 这么的愁 所以 我应该带着 什么样的一个明觉 带着什么样的智慧 去面对我人生的 这个大事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 你考量离婚的 主要原因 就是 我是 我是一个 被家里宠坏的孩子 所以 就是 在觉得 要结婚的时候 OK 结婚了 三十岁的时候 进入了婚姻 我的先生 现在还算是先生 没有理 不是前夫 然后 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他装得很好 然后 我们 但是是闪婚 后来 进入了婚姻以后 就是 他对我有很多次的家暴 但是 我也意识到了 是我逼的 我 我掌控他 我抓取他 我把 我缺失的那份爱 转移到他身上 以至于 他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 因为他的父母也有很多次的家暴 所以 给我逼的没有办法 就 就 就 有很多次的一个动手 所以孩子在这段婚姻里呢 嗯 也有很多的伤害 是我没有做好妈妈 嗯 所以 嗯 就是之前的五六年 是 父母就觉得我得为了孩子活着 不可以离婚 然后我也隐忍了 然后 嗯 所以 但是 终于有一天 我觉得我这样忍下去 我可能哪一天就跳了 所以我就不想忍了 嗯 就 就 你说 你 你说你以前你是被逆爱长大了 嗯 就是 嗯 我是 我说一点点我的原生家庭啊 嗯 我是 我是家里的老二 然后 嗯 其中有一个哥哥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妈妈亲生的 是爸爸在上后以后娶了我妈妈 嗯 我是 中间的孩子 然后我弟弟呢 呃 是出生在那个 嗯 就是计划生育的年代 所以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而我 就是唯一一个 呃 在父母身边长大 父母都是老师 所以 虽然说没有很富有 但是从小到大没有 没有说在物质上 有过匮乏 所以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呃 长大的 老妈妈很爱我 然后 爸爸也很爱我 呃 我在这样的 嗯 就是环境中 然后 呃 也是 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 在30岁的时候 走入了婚姻 嗯 就是 就就就就就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好 嗯 你看哦 嗯 你到现在 你还没有意会到 要解决这些问题 嗯 要从你 下手 嗯 因为 你本身你刚才也讲到 嗯 你也是被溺爱 长大 嗯 那溺爱长大的小孩 就像你 很多的公主梦 嗯 因为父母亲的 你爱你 所以你在小孩成长的过程 你没有吃苦 嗯 没有跟别人 起什么冲突 没有跟别人 因为没有其他兄弟 跟你吵架 打架 争 争夺什么 嗯 就后来弟弟七岁的时候 回来以后 我们俩会经常 就争吵 但我会觉得他夺了我的爱 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对啊 你看 因为你是被溺爱 所以有一个弟弟回来 他要跟我争从啊 这怎么可以 而不是说 怎么样兄弟姐妹 大家相亲相爱 所以这个就是 被溺爱 长大 他不懂得去体贴别人 嗯 而反过来 被溺爱 所以长大之后 总是 要别人来 爱他 呵护他 顺着他 公主梦 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把很多的福报 损耗掉 结婚 不管是 什么样的男人 如果 如果取到的是一个公主梦 严重的情况 要知道 他前面会顺着你一段 后面 他就会受不了 而 叛逆 脱逃 要离婚 要离婚 所以要知道 你被溺爱之后 形成那种公主梦 你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损耗很多很多的福报 当然 照 肉体的成长 你到一个年龄 你结婚 你可以生小孩 问题是 当你本身还是一个小 小公主的这种 讨爱的情况 你怎么去教育小孩 所以我是希望你 当然你 你先生 个人怎么样 这个 我现在我们不去追究这些 而是 你怎么样先 教育你自己 先唤醒你自己 不要再 构筑那些公主梦了 醒过来 好好地经营自己的人生 懂得去体贴别人 懂得去关心 去奉献付出 你先栽培自己 不要一直在讨爱 爱不到 那就 由爱 转恨 你们后面 要不要离婚 这是你们 去决定 重点是 你怎么样先教育你自己 至于要不要离婚 我是觉得 不要一时冲动 你先 教育好自己 然后后面 再用你的智慧 去判断 就是 我之前是 我觉得我 来自你之前 我就已经是下了这个决定 我这样子是属于一个 二元对立的 这个 或者说 你原对 就是这种一个状态吗 有没有二元对立 这是一回事 因为 通常都是活在二元对立 重点是 你要不到 你所要的 因为你 还是个 小公主 我不想当公主了 累了 对啊 所以要 赶快先栽培自己 OK 那我上完 四十本无碍以后再 我上完这个课再说吧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后面不要再问 我们有一对 有一位学员 一对夫妻 他们 本身 在 应该也是算是 再婚 二婚这样 然后大家 后面在一起 认识的时候 那觉得 哇 我们有很多的 兴趣 嗜好 我们有很多的 共同的 兴趣 嗜好 觉得 哇 大家可以 很谈得来 所以后面 就 又结婚了 结婚在一起之后 相处一段期间之后 哇 又开始 争吵了 你怎么主宰欲 这么强 你怎么 你这么强势 你怎么主宰欲 这么强 彼此 对对方都觉得 受不了 所以又要 吵 要吵 要离婚了 要吵 要离婚了 但是这位学员 我们这位男众的学员 他因为学比较久了 当然他以前也曾经 就是好像有在学 又是在混来 晃来晃去 没有真正好好扎根 后面他觉得 他觉得 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应该要好好静下来 深入学习 所以他就跟 那时候因为是结婚状态 他就跟他太太讲 他说那这样吧 我们一起把道德经庙节的课程 看完 我们看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离婚 他太太就说好啊 就讲好 因为他们 在没有这个之前 他们是这样 他说那个阶段好长一段期间 他说他们一星期 七天 他们冲突战争 五天 有五天 是在冲突战争的情况 我心里想说 那还有两天休息还不错嘛 他说 不是休息 是在备葬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就知道他们那时候冲突的多严重 就是准备 就是要离婚 结果后来他们就一个约定嘛 约定说 那这样 把道德经一起 把道德经庙节看完之后 然后 给彼此也有一段空间嘛 后面再决定要不要离婚 好 结果他们同意了 然后两个人就在看这个道德经庙节 看大概一半吧 彼此就生起不好意思 就觉得哎呀 自己太强势了 自己太强硬强势了 主宰欲这么强 好了 彼此就向对方道歉了 向对方道歉 然后后面就觉得 原来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强硬强势主宰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总是要主宰别人 别人不符合自己的 没有被自己自我所主宰 就怪东怪西 后面他们学了 学进去之后 就发现 真的要学会尊重对方 要学到柔软 结果后面 他们看了之后 整个心态各方面 调整了生活上来 后面就很恩爱 OK 好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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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